本组是幕布侠寄 传统找事女装实体摊贩与网络商店的结合 本组会先分析阿霞实体女装摊贩 接着展示研究过程与结果 最后做出结论与建议 在这波疫情的影响下 许多人不愿意出门购买商品 因此造成阿霞实体摊贩的客流量减少 我们透过SWAT分析来发现问题 并且解决问题 阿霞主要摆摊地点在西湖 浦星 北斗等彰化线内找事 产品的品质较高 售价约落在150到1500元 客群主要是31到50岁的中年妇女 我们透过SWAT策略 分析阿霞的实体摊贩内外情况 阿霞的优势是衣服品质高 劣势是无固定客源 机会是网络补给 威胁则是疫情的影响 我们透过视频策略分析阿霞的产品与市场 进而拟定行销策略 阿霞的通路主要有社群软体 电子商务与实体参访 产品大部分是日韩风格 推广的部分 我们使用盛群网站上的宣传 会员制度 包放优惠券等等 价格使用第二级差别定价 我们利用SNOT原则制定了属于阿霞专属的目标管理方法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阿霞拓展网络客群 达到1000元以上的营业额 并且至少有一位客人在网络通路购买产品 我们将目标定定在2022年底以前 且本组确实达到此目标 根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找出了阿霞的劣势并提出解决方法 上次客源不稳定的问题 本组为阿霞建立的会员制 希望让客人更愿意重复消费 创造双赢局面 而品牌辨识度较低的问题 本组为阿霞制作了名片 让阿霞可以在实体摊贩发放 借此提高网络通路的曝光度 而本组同样也制作了logo 在logo中可以看见市场的存服风格 与阿霞简洁有力的个性 让客人就能一眼认得出来这是阿霞的logo 而客人量减少的问题 本组则建立了阿霞的虾皮网路商店 选择虾皮的原因是 在网购的使用者中 虾皮的使用人数是最高的 我们借此来新增销售通路 发掘潜在客户 而我们同样也建立了FB粉丝专页 可以随时发送最新消息 且可以随时回答顾客的问题 提高顾客黏着度 这是本组使用Canva制作的宣传图 而建立LINE官方账号 可可以以一对多的群发消息 提高工作效率 其他还有像是聊天机器人 图片超连结等等的功能 询问阿霞发现 在有手写记账上的麻烦 月底结算时也较花时间 因此本组为阿霞制作了一份 简单的Excel电子账本 记账表只要登录租金与收入 在月底就可以轻松的结算损益 而进出货表只要登录数量 就可以知道进货金额 安全库存量表 则是可以知道实时的存货状况 研究结果 成果一 会员制 72.9%的客人会因为会员制 更愿意购买阿霞的商品 成果二 logo与名片 68.6%的客人认为logo与名片 更加深阿霞品牌印象 成果三 虾皮网络商店 在商品上架不到一个月后 阿霞虾皮网络商店成功成交第一笔1460元的订单 本组感动的心情难以言语 我们成功做到了为阿霞拓展网络客群 且多位客人在虾皮询问阿霞衣服的相关讯息 成果三 Live 股刊客人透过名片加Live 询问商品资讯 证实本组做的名片与社群网站是有效的 成果三 FB粉丝专业 在2022年底时 FB也达到了30人追踪 且有55.7%的客人会因为FB宣传图 想制阿霞的虾皮消费 经过以上的宣传 虾皮在7月时 页面浏览次数达到301次 2022年底时 页面浏览次数更是达到970 12次 数量相当可观 成果四 E-Sale电子账本 枢纽分析表与出金原品图 则可以帮助阿霞减视利润的状况 与出金的占比 帮助阿霞进一步领定销售策略 结论 会员制度让客人更愿意消费 logo与名片可以更加深品牌辨识度 电子商务发掘阿霞潜在客户 E-Sale记账 轻松掌握音乐 E-Sale记账